字幕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,歡迎來到生物課程 很多人都很怕在黑漆漆的環境底下去廁所 眼睛都已經睜不睏,怎能知道燈窄在哪裏開啟燈呢? 萬一不小心走走走路,不單去不到廁所,還要睡醫院 所以你們就要用這一個 無線遙控燈 說明是無線遙控燈,這盞燈還連這個迷你遙控器 只要對著盞燈,按著紅色按鈕 就可以隨時遙它開燈 閉燈 晚上起床去廁所也好,找東西也好,就不用太麻煩摸黑暈燈 除了它有一個遙控開燈之外,它還有一個一拍即著的功能 放在桌上,或者在家裡任何一個地方的牆邊都可以 又不用鋪電線,影響家裡的觀感,簡直是家居陰脈 不要小看這個無線遙控燈 原來它用上載LED燈泡,夠光之餘也夠長命 最長可以用十萬個小時,絕對不會騙拼你 如果你想得到無線遙控燈的話,只要成為大反派的會員 再想到大反派的Facebook專頁,說一下為什麼你這麼想用這個無線遙控燈 隨時有機會拿它回家,去廁所也不會跌倒吧 哇 隨時ped trainees 我們出局了,Х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